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虽然夏天已经过去 但是在傍晚小编还是会爆个西瓜瓦上两手 不过因为西瓜的个头太大 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剩下的用保鲜膜裹起来 然后放进冰箱里 但是裹上保鲜膜的作用不是为了隔绝细菌吗 怎么还会滋生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保鲜膜是安全的 其作用是抑制细菌等微生物 保鲜膜是一种塑料制品 允许用手接触食品的塑料制品 并不会在与食品的接触过程中 建议出危害健康的成分物质 对于西瓜来说 冷藏保存是存放的正确方法 西瓜裹上保鲜膜进行保存 一是能防止冰箱中的其他食物畅味 二是能防止大量的水分流失 防止其较差污染 但是会滋生细菌网 其实在西瓜表面覆盖保鲜膜 并不会导致细菌物质迅速滋生 但是西瓜存放于不解禁的环境 温度过高的因素 才是导致细菌快速增长的罪魁祸首 因此无论是西瓜还是其他食物 它的腐败变质 主要是因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所造成的 因此建议食物先吃先买 避免长时间保存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几时所谓的西瓜裹上保鲜膜 细菌滋生十倍 这不是真的 跟西瓜所处的环境有关哦 别级死我了 谢谢大家 别级我了 别级我了 别级我了